想要参加元宵活动呢 其实不一定要大老远的跑到平溪去 那么市府呢跟这个林口区公所 还有竹林山观音寺呢 就联合举办了106年的元宵节联欢晚会 机优巡守队员表扬季节能减碳宣导活动 那么这项活动呢是在这个2月10号 也就是这个周五的下午5点钟开始 地点呢就选在呢 这个竹林山观音寺香客大楼前的广场 欢迎大家前往参加 为延续整年节的欢乐气氛 新北市政府林口区公所 特别和竹林山观音寺联合举办 106年元宵节联欢晚会 集合巡守队员表扬季节能减碳宣导活动 2月10号下午5点起 在竹林山观音寺香客大楼前广场热闹举办 我们6点会发放特色的小提灯 总共3000盏供民众领取 另外呢现场也会提供我们的汤圆 希望大家呢能够一起来品尝 然后7点的时候 黄俊雄布袋戏团呢 著名的史燕文 云州大卢霞的这个传奇故事 也会在我们这里展开序幕 元宵节晚会活动会场设有民俗记忆DIY体验 每项体验免费限量300份 当天下午5点开始排队报名 欢迎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享受 亲手做古早味小零食与传统记忆的乐趣 希望所有的乡亲在这个礼拜五2月10号晚上 能够来到竹心山观音室 香客大楼前的广场 跟我们云州大卢霞史燕文 一起来欢度元宵 当天傍晚6点起 免费限量发送传统造型小灯笼 3000个以及菜灯迷送好礼摸彩等活动 节目中还安排黄俊雄布袋戏 云州大卢霞史燕文 区长欢迎大家一起来林口竹林山观音室 赢得好手气和一整年的好福气 记者在林口采访报道